哈喽 大家好 又是我胖嗨嗨啊 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然后今天拍个视频 来说一下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是在那个网上买的 然后是那个 就是办了一年会员可以免费退换的那个网站 大家应该知道在北美那个网站比较出名 然后呢在 在那里买的话就是运 不用运费嘛 然后他送过来也比较快 所以我就在那个网上面买了这一款杯子 这款杯子是那个液体新出的那个 杯子 跟之前的那些款式不一样 之前的款式都是这样子66有点胖胖的样子 但是新出的这款杯子呢 它是造型比较好看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 就是他把这里下面就是修饰了一下下面会瘦一点 然后这两个杯子可以套在一起 然后今天为什么拍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这一只杯子就是带这一个液体原来的那个贴纸的 这一个是在那个网站上面买的 然后他不是官方的网网站 然后这个杯子到了之后 上手还是挺好的 就是感觉他这个握持度刚好 而且造型也比之前的那个圆圆胖胖的要好看 嗯 当时我就迫不及待 就给他箱子拆开了 然后拿上手之后 嗯 就总感觉哪有哪里不对吗 因为家里也有其他的液体杯子 像这种平常喝咖啡用的 还有那种比较大的那种一家轮的那种大瓶子 还有平常那些保温杯家里都有好几个 然后用这个牌子也用的比较久了 他保温效果也比较好嘛 所以一直都有用这个牌子 但是这一个到手之后 我就感觉有哪里不对 但是又说不上有哪里不对嘛 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 当时我就把这一个杯子和我平常用的这一个咖啡杯 我给它对比一下 我发现它上面就是它这个盖子 它是个磁铁嘛 可以这样打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这是某网站上面买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的字 这一个是我平常用的 用了很久 然后我靠近一点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是在那个academy那个运动店里面买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字很立体 然后颗粒感也很明显 但是呢它就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粗糙嘛 但是这一个我一拿起来看的时候 不知道在镜头前面能不能看见他们的对比 这个就感觉好像上面怎么说呢 就是像那个显示屏那个低分辨率一样 然后感觉它印的不是很清晰 它的字印的不是很清晰 然后这个盖子嘛 就有感觉那个塑料就是比较软 不像这种塑料摸上去好像质量很好 然后磨砂感很足的样子 然后还有第二个地方就是当时我就看这个杯子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杯子底下它印的字嘛 我就发现这个Y这里这个印的那个压痕比较明显 就是那个冲压机压上去的时候好像这边压力比较大 然后边上这边压力就比这边要小 然后特别是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摸上去 感觉好像这里就是压力不太足的一样 特别是这个T下面这一树 这里感觉就很浅 然后我当时就 怀疑这个杯子是不是假的 然后它也是个新出的款 也有可能它的做工没有以前好了嘛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到那个Yeti的官网上面 我又下单了一个 这个是Yeti网站上面买的 然后它还有免费刻字 我就刻了一下字嘛 然后这个杯子今天到了 我就跟他们两个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见 这真的不是做工问题了 这个是有贴纸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款上面 左边这一个是在官网上面买的 右边是在某购物网站上面买的 在镜头面前应该很明显能看到它们有什么差别吧 然后另外的差别就是这个瓶子底下 瓶子底下的Yeti标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Yeti标志 左边是官网买的 右边这个是那个网站上面买的 我们可以看到官网上面卖的这个就是 这个冲压的痕迹是很均匀的 每一个字它都印得很清晰 但是对比这个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 它的冲压的时候 那个印的压力不太均匀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这里上面刻的这个字 这个字有点就是它不是显示纯银色的 看上去有点发黄 有点像那种 铜的那种那种颜色 然后这一个就是完全就是银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对比 这个官网买的这个字又明显深色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对比就是 当我打开这个杯子的时候 它很容易很容易就是打开了 然后按回去的时候也是很轻松就给它按回去了 如果对比这个官网液体官网上面买的这个杯子 打开杯子 它的阻力是很大的 说明它这个密封条材料是很好的 然后按下去的时候阻力也是比较大 打开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打开 然后除了这一个地方以外呢 里面的贴纸里面它都会带说明书跟贴纸 这一个有标签的 你看里面的贴纸是这种比较老式的Yeti的贴纸 然后我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就是近期买的新款的Yeti杯子 里面这个标志都是这个白色的 就是那个颜色已经换过来了 然后这个杯子是新出的嘛 我感觉它我不太了解 不知道这一个贴纸是不是一个说明它是真假的问题 反正最近买的比较新的Yeti杯子里面都是这个白贴纸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它们的漆面 在镜头前面可能不太明显 这一个漆面就是摸上去就是它有颗粒感 它就是这个漆也有颗粒感 但是这个颗粒感怎么就是感觉摸上去吧 这个有点有点粗糙的颗粒感 这个Yeti的官网上面卖的这个杯子就是这个漆面 它也有颗粒感 但是感觉就是这种噴上去的颗粒好像经过了一定的打磨一样 但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经过打磨 就是摸上去是很舒服的 这个是我平常用的杯子 而且它们两个的颜色在镜头前面 你看那么颜色也是很接近的 即使这个是用了几个月了 然后摸上了不少的那个脏东西 或者已经摸的有点磨砂感没那么重了 但是我们在镜头前面上看 你看到它们的其实漆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然后上面的那些颗粒感也是差不多 然后这个拿起来的话 这个漆明显就是可能镜头 然后上面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就感觉比较劣质吧 然后当时我收到这杯子的时候 拿上手就感觉它有点不对劲 今天的视频就说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在美国也可能会买到假东西 我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 但是它的质量对比我以往用过的 就感觉好像有点差距吧 所以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好谢谢你们的观看 好拜拜